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觀眾朋友 晚安 我是阿關 這部新聞 這是你我的口袋 終於反彈了 我們可以看到 在今天終於反彈了 一百五十點 如果從這個波段的跌點來看 跌了八百點 上下高低點差了一千點 在今天終於反彈了 只說在今天反彈 到底是談真的 談假的 為什麼萬七還是過不去 萬七真的是 對投資而言是天險嗎 我們在今天要來談 到底今天反彈是談真的 還是談假的 趕快來介紹 來到節目先生 分析師 謝宗玲 專家好 大家好 在哪來關心 到底今天是談真的 談假的呢 萬七差 臨門一角 三大反而賣超了72.77 這裡頭最大的兇手是外資 因為外資 光光今天賣超了71 所以到底今天是談真的 還是談假的 我們要先來舉牌 因為今天好不容易等了三天 終於反彈了 問題是 萬七好像又一直過不去 所以我要問各位 到底是談真的 談假的 談真的給我全情舉牌 來 我們來看到 有三票認為談真的 一票認為談假的 一票猶豫不決啊 謝宗玲 應該這麼講 其實今天本來是有差 漲200多變跌70幾點嘛 後來拉起來了嘛 其實拉起來那段你可以看 他都拉什麼 他拉大型股 台塑四寶 台塑四寶 對 甚至後面還什麼 還拉了台積電嘛 然後金融股嘛 拉台積電跟台塑四寶 沒有 這個叫做政府戶盤 那政府戶盤的話 他就怎麼樣 他就只是戶而已喔 因為520塊到了 那指數比較太難看 他就戶而已 所以問520戶的話 會不會太早啦 你不能讓 你跌太多的話 那時候拉不開成本 但不好拉 而且呢 而且我們講的是大半對不對 你看OTC 今天OTC其實很弱耶 好來 我們來看OTC指數 OTC今天還是黑的 而且呢 只是黑的 而且如果從去K線的角度來看 他比集中市場還弱 因為要破季線 對 而且是 跟昨天比的話 是高點沒過高 低點破低 所以變成說他怎麼樣 他只是拉大型骨來顧指數而已 所以這地方我認為就是 你兩邊分開來看 指數可能會穩住 但是OTC這邊 有些重大型骨 可能還是要稍微小心一點 談談今天最弱 到處於老闆賽的IC設計 IC設計怎麼辦 烈小愛同學 小愛同學其實 沒有像他們這麼慘喔 其實正一樣就是這兩隻 來來來來 我說你這只是比較慘 非常慘 還是慘到不行的差別而已 對 但是我說真的 我們剛剛是不是在舉牌對不對 如果小愛同學 今天是掌停板 我就跟你說 這個電子骨要大反彈 因為它是投機指標 但是它現在還在休息 所以呢 所以IC設計這塊比較 來看新風暴的IC怎麼辦 對 但是其實就是這兩個 主要就是這兩個 我相信這兩個 我們已經一開始 事情發生之後我們就講了 因為它是風暴中心 而且呢 不是 這個風暴真的有那麼嚴重嗎 我們那時候是不講金主觀賬 所以金主觀賬 你就是把手掛掛 也不用等反彈了 就是砍掉 軒姐妳不管怎麼問我 我就這樣講 沒有錯吧 對 就是妳就跌也去砍 那現在在跌妳要說 如果真的砍不掉的話 那就只能怎麼樣 那就只能等反彈嘛 真的砍不掉的話 就等反彈 只是如果彈的話說真的也 我也說彈 那他們跟中國的連結 到底有多深 讓他們的股價跌這麼多 難道沒有過度反應嗎 其實應該是有過度反應 但是呢 但是我必須說真的 原來像這個 這有多跌 跌六成多 也就是像這部分 我不去講 像這些玩IC設計高價的人 其實我們說實在 那是同一倍 同一批的大主力 那同一批大主力 如果說這兩支 有兩支風暴中心一直在跌停 或是說砍不掉的話 或是說造型會 會虧損的話 就砍別的嘛 我們來看從4月8號以來的跌幅 4星K8已經跌了六成了 金星科跌了六成七了 對 金星科跌了三成七 M31跌了三成 創意跌了15% 對 創意還跌比較少 這些鬥骨呢 都在風暴中心 因為它都跟中國的連結很深 對 因為現在美國有一個新的法案 叫無盡前沿法案 在幹嘛 它就在讀你那個 中國繞道 用台灣的IP 去發展它的那個半導體 所以這個無盡前沿法案 打下去之後 不然是全部都不能贏了 不能贏怎麼辦 不能贏就是 之前有接到單的 基本上就看是往下掉了嘛 那看往下掉 我認為啦 這兩支還是要避開 如果如果談起的話 還是要出來 那其他的這些 應該都還可以救啦 像什麼創意這部分 我認為都還可以救啦 三十十三創意 對 我認為這個還可以救啦 為什麼 因為像小愛同學 我們當時講什麼 那個等反彈在賣是嗎 我認為這個後面 應該是還有機會啦 因為它是跟台積電 台積電好東西是擺在這邊 為什麼你知道嗎 像我們之前講小愛同學 是不是講那個3D 3D瘋狂對不對 那你會去強短嗎 我不會強短 我一樣等小愛同學 掌停板你就可以搶了 看你要搶什麼 小愛還要搶他 也就是 如果小愛同學沒有看到掌停板 那一天 IC設計都不要搶反彈 對 都不要搶 因為風暴中心在這邊 那風暴中心的IC設計 這個時候是不即將賣 還是反彈再賣 會反彈嗎 如果像這個 像這個是剛跌破對不對 如果說像有這個的話 我認為還是前線退出來 因為像 所以不管彈不彈都要先退 我的話我會退 因為你看這個K線嘛 大盤今天有彈對不對 那你還在弄 那像精力科還實行KY那種呢 那種 那種 其實我 你看精力科615 現在180 實行KY 來看一下實行KY 實行KY 最高成到1000 現在363 這種膜 要怎樣 其實我也是覺得要出 也不能吃旋利寧 我感覺也是要出 就是應該這麼講 也要出 他就算後面直穩了 就直穩了 其實他彈也彈不 他彈不高 彈不高他會變成這樣 他會在那邊盤著 那盤著的話其實有機會他就會先動 這個可能 我感覺反正彈起來還是要出來 他心想嚇到這種 對啊 其實我們說很久 都說要出 他心想嚇到這種 不知道要怎麼 然後直接看楊明 來 2609陽明的盤上走勢 這打到不會弄嗎 這一頂喔 開到 這樣 其實我認為像這個 他們應該短天上會整理 為什麼 5月3號的時候 他們是不是公布那個 三月份 單月字節 躲棒又躲棒對不對 躲棒就在這裡 躲棒又躲棒 躲棒又躲棒 這跟這天下午公布的 隔天那隔天開高 塞亂 然後呢 不只他而已喔 楊明也那個 長榮也是喔 都是一樣 對是一樣 就是都是5月3號公布 然後5月4號就這樣啊 所以呢 所以短天上怎麼樣 短天上就是預告說 這地方它要整理了 好 那我們回到新聞來看 那到底 航運股 是不是還都是好消息 都是好消息啊 對 都好消息 BDI指數創11年新高 BDRY這什麼 這幾個ETF 航運ETF 今年狂漲2.46倍 貨櫃雙雄3元EPS 都超過2塊錢 貨櫃航商獲利逐漸走高 要到第三季都很好喔 好 航運基本面很強眼長榮 會揚獲利也非常好喔 反而點名三島航運股 有望拼進MSCI 就是萬海 陽明 萬海跟華航 陽明 萬海跟華航 要進MSCI了喔 對 沒錯 北美航線需求穿網 馬仕機說 航運現況持續到第四季 沒有利空啦 對 沒有利空 但是呢 其實股價已經漲很多了 我們先講這馬仕機好了 其實他說什麼 運價希望持續到持續 其實它是貨櫃的 我認為這個東西基本上就是 在基本面上 因為我們之前有跟大家提到過 美國現在在補什麼 美國現在在補庫存 庫存之前說要補6個月 現在是呢 現在是補18個月 因為美國要基建 所以呢 所以就因為 補18個月喔 對 它要補18個月 因為美國要基建 所以它要補18個月 所以現在整個貨櫃 比如說像那個洛杉磯港 整個塞滿了 那整個塞滿的話 像亞洲這邊 也全部都是滿的 亞洲的浮山港也是塞滿啦 對 也是塞滿 那個貨櫃啊 那個貨櫃板是三層樓 你知道嗎 現在堆到六層樓 二層樓還不夠 還要找地方 還找不到地方堆 所以呢 所以而且這個是 24小時在工作的喔 所以現在這樣就是 整個貨櫃都堆滿 嚇死了耶 對啊 就一直堆 很像樓房一樣 青島港也是很慘對不對 而且我船到了 我還不能馬上靠港喔 大陸的青島港 聽說也是塞得不得了啊 沒錯 大陸青島港每個月700個航班 現在也是怎麼樣 24小時不停的工作 一樣 都摸... 外面馬上有火車 東西進來馬上火車載走 所以呢 所以一直在亂 所以整個亞洲跟北美這邊的那個港口 全部都是滿的 那全部都是滿的 當然股價創新高嘛 但是呢 但是... 那現在呢 現在該怎麼操作 現在該怎麼操作 如果說以那個長榮陽明 我們剛剛講的 短天上 害難害去 真的害啊 我認為突破高點下去追 不會暈船耶 要吃暈船藥耶 因為他們之前喔 我們在5月4號那天都爆大量 爆大量高... 那個量都套在上面 所以呢 過大量 5月3號是關鍵 對 就是你過高點 我認為... 如果是我的話啦 過高點再去追 因為表示什麼 表示你上面沒壓力了 好 我們舉楊明做例子好不好 我們舉楊明做例子 來 到底怎麼操作 我們回到... 最務實的操作 你說5月3號嘛 就5月3號公布營收 5月4號開高 豆淘塞 好 那這一根是爆量嗎 對 也就是如果說你有的話 你就續爆 因為他們有破線 但如果說你沒有 你想要上車的話 我認為過這個9.2.4再上去 你再去追 要過高才能追 對 因為過了之後 就表示上面已經沒有壓力了 所以航運要追的心態 我認為要追 因為如果說你有就續爆嘛 沒有的話 不是拉回買的心態 拉回喔 這個拉回 這個請信信網路耶 拉回口裡 所以操作航運不是拉回來買喔 跟電池不一樣喔 操作航運股是過高追價 我認為這個過高追 因為上面就沒壓力了嘛 但是短線上 我們剛剛是不是講原物料對不對 原物料跟在航運裡面 有相關的是散裝嘛 散裝就慧揚最大嘛 然後再來玉民嘛 所以呢 那今天這部分 也是同樣的操作手法嗎 過高才買嗎 基本上慧揚他現在 他現在被警示 五分鐘一盤 然後那個星星也是被警示 所以你現在沒有被警示的 因為這兩支間都跌 但是跌不是說基本不好 是因為長太多被警示啦 星星2605 對 2605 他們都是被警示 所以短線上應該是 你可以先看2606玉民 要看2606玉民 對 因為他沒有被警示啦 你不是以前講嗎 來 2606 所以這一檔比較有機會 對 他比較有機會 那也是過高才買嗎 基本上這個地方 我認為是OK的 可以買 這邊可以買